高市教育局长被先作弊前科 高雄市教育局长郑兴辉 上月14号上任后 教育界盛传他十多年前考试作弊 郑兴辉1995年 任职台南市教育局学馆课长期间 到成功大学参加公务人员外语进修班 拼锅找到该班的老师 已退休的陈大外文系副教授施成光 这是一小小时代 我先让我提前我都站在旁边 我不是说 我们是说 给他自然而退 他就接受我们的 所以我一直拿 我总把那个小小拿起来 拿起来我都告诉他 他不能再看 并请郑兴辉离开考场 施成光还说 郑兴辉事后还透过管道 希望取得结业证书 郑兴辉昨天否认 曾带小超作弊 我一辈子从小的学习 我成绩不会太差 我没有需要去做小超跟做比 他表示成像老师反应教学方式 可能因此造成冲突 我发现上的东西是比较刻板的 比较比较旧的 所以我也曾经在刚刚跟老师做反应 我自己对那个学举没有办法帮助 我自己放弃 我自己离开 我在胎人服务期间 除以不适应的效果 郑兴辉强调曾得罪很多人 每次职务异动就有一堆黑寒 高雄副市长李永德表示 郑兴辉坦诚当年曾被提早收卷 但不是作弊 是老师对他有成见 但学生听闻此事 人普遍观感不佳 做错事加认错啊 那你觉得他还适不适合担任教育局局长 嗯 不适合 不是啊 我觉得他这种行为是不对的 我觉得认为说 一个教育部长他应该以身作则 而不是去犯错 那种教育下一代 动新闻高雄报导